日前韩国称如果不对频繁入侵 韩国领空的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中国未来还会更加过分 韩国的国家立场会更被动 据韩媒报道 有一台中国军用飞机 非法入侵韩国防空识别圈后返回 韩国出动战斗机进行了警告广播 中国军用飞机完全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就这样若无其事地侵犯了韩国领空四个半小时 这种行为近年来发生了五次 几乎要成为日常 之所以存在防空识别圈 就是为了防止外国飞机对领空的侵犯 然而中国完全没有事先通知韩国当局 以日常训练为由搪塞过去 韩媒还批评中国称 中国频繁挑衅 态度恶劣言而无信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外交部曾经给予过明确回应 2013年12月 韩国单方面扩大防空识别区 中国表示 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 而是一方在其领空外的公共空域 华售的识别和预警范围 与海空管辖全无关 苏延交是孤立的水下暗交 不是领土 中韩之间就此不存在领土争议 这是中韩双方的共识 也就是说 韩国对中国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也从未侵犯过韩国所谓的领空 同时韩国方面过度扩大防空识别区 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战机频繁进入的事实 这无可厚非 但奇怪的是 韩国方面竟因此对中国恶语相向 让人很不理解 从其量而言 这不过是个小委屈 还是韩国自找的 只能说 小国 不过也不能小看了小国 因为他耍起流氓坑人的时候 可不比霸权主义差劲 萨德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萨德本身对于防御朝鲜方面的老旧武器 没有任何意义 其主要就是针对远程导弹 发出提前预警并进行拦截 也就是说韩国部署萨德 根本不是军事需求 而是政治利益 但是萨德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 打破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大国战略平衡 而今半岛局势已经风平浪静了数月 韩国对于撤出萨德问题 仍推为扯皮 不肯认账 中国热爱和平 也不愿在一些小事上过于计较 但在萨德问题上 韩国应该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说法 所谓萨德三个保证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韩之间因为萨德引发的矛盾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韩国非要一意孤行 充当霸权主义的马前卒 那么原和还要对中国战机的正常训练指手画脚呢 只能是因为心虚 随着外界压力的不断增加 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势力想要挑战中国国家主权 侵犯中国核心利益 这点众所周知 有目共睹 当前 美日两艘航母还在南海进行演习 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那就是要挑逝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海空军加强训练力度 进一步熟悉周边的空情海情 无可厚非 如果韩国仅仅因此就试图给中国泼脏水 扣帽子 只能说是自己的政治不成熟 问题得从自己身上找 同时中国也没空搭理韩国会怎么想 怎么做 当年坑中国的时候 不也从来没有顾及过中国的感受吗 所以韩国就不要试图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对中国进行谴责了 因为习本身就没有任何道义可言 十足的一个小跟班 霸权主义的小卒子 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或许不难发现 中国的和平主张正愈发成为某些国家和势力的攻击 重点 试图混小刺厅 颠倒黑白 但中国不会为之所动的 中国有自己的事要做 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 或许对于当下的局势而言 没有什么比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领土完整更重要了 而韩国充其量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翻不起什么大浪 Черекс 天性 国家主义 发生了 现在 最后 还是 山 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